现在的人是人手一击 当然连长者使用手机 现在也是相当的频繁 不过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向子女询问 又常常是有听没有懂 三重区光田里知道长者的需求 特别开办了手机课程 让老师有浅入深 来指导大家 终于可以成功使用视讯通话 长者们看起来又惊又喜 现在人几乎离不开手机 连长者们也人手一击 但是许多功能却不太会使用 因此三重区光田里贴心开办手机课程 现在开这个班你看很受欢迎 我们给它组成一个群组 他们可以互相聊天 可以学拍片 还可以自受演片这样 他们现在都学得非常的快乐 感觉一起变年轻了 长者们从刚开始不太会使用 到现在知道越来越多的功能 也越来越能感受使用手机的便利性 都很感谢里长照顾到他们的需求 来这里很处理 我们的里长很好的 同温这三重 只有它 我们住在这里 最幸福 它刚才觉得活动很困难 慢慢来 为期两个月的课程 每周四在里内的活动中心上课 指导老师精心编排课程内容 从认识手机到善用各种使用的APP 要让长者成为手机达人 记者沈仲林锦鱼三重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